各位小朋友,又到了我們接觸故事的時間啦 上次Uncle Mamma教了你們接兔仔 桃桃姐姐和大家接了龜仔 還答應你們用兔仔和龜仔去講龜兔才跑的故事 我們講故事除了有兩個角色之外,有個場景也不錯 所以我們的教材套裏面還有這棵樹 大家就可以在教材套製作這棵樹出來製作場景 場景是森林,只有一棵樹不夠 大家可以製作很多棵樹 可以製作大樹、細樹、蘋果樹、橙樹 製作很多不同的東西出來,那就漂亮了 今天我們會用一本小小自製立體書 跟你們講龜兔才跑的故事 我們馬上開始 好啊 龜兔才跑 衝前,有一隻兔仔 兔仔,他經過山邊 哎呀,他見到一隻龜仔來 這隻龜仔,他路過而已 那他就說 喂 龜仔,你手短腳短,還有一個殼 你一定走得很慢 對,我是手短腳短,但為什麼我一定會很慢 因為我會比你快 蛤,你又知道你會比我快 你不相信嗎 不相信,我們賽跑吧 哎呀,你夠膽挑戰我,你過來跟我一起賽跑 好啊,我一定會過來賽跑 好,我們一起過這個山,經過山頂,到另一邊的山腳就是終點 誰先去到終點,那個就是冠軍 準備好了嗎 好 好,我們一起出手,準備 3 1 1 3 3 2 1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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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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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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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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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5 5 6 5 5 在旁邊,牠看到什麼? 不要理牠了,快走 龜龜沒有受到樹的引誘 牠繼續走 好舒服 隻龜仔都還沒到 好,我繼續跑跑跑跑 兔仔以為隻龜根本還沒來 所以牠就繼續安心地向前跑 到最後,兔仔就去到終點了 耶,我是第一了 兔仔以為自己第一 但原來龜龜一周已經到了,還想到終點了 啊,龜仔,為什麼你會跑得比我快? 我不是跑得很快 不過我沒有停下來 我很努力地向前走 我看到你走到破樹後睡覺 啊 你睡覺就慢吞吞 這麼厲害? 好,我們下次再比賽過 下次我一定會快回的 我一定會繼續努力 不一定會贏的 好,一言為定 我們下次見 好 好 就是這樣 龜兔賽跑的故事就說完了 嗯 好了,各位小朋友 你們也可以回去做回你們的摺子 也可以做回你們的場景 就可以創造一個屬於你們的龜兔賽跑 好,除了這個故事之外 我們今天好像還有另一個遊戲可以和小朋友玩 哦,快點來看看是什麼遊戲 我們今天準備的遊戲就是龜兔賽跑小棋盤 耶,我們看一下棋盤 多漂亮 在我們的教材套裡就有了 除此之外還有我們的棋 兔仔棋 和龜仔棋 除此之外呢 我們還有這個 龜仔式的紙樣 沒錯 這兩個色仔的紙樣 大家只要沿著線剪出來 摺好貼好就可以了 我們看一下它實物其實是什麼樣子 做好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啊 你那個呢 我這個就是這樣的 咦,這麼有趣的 為什麼你的兔仔式是有齊123456步 而我的龜仔式只有123步 我知道了 因為龜走得慢 所以做123 哎呀,好厲害 我們看看棋盤 裡面有些陷阱 那些陷阱呢 全部都是跟兔仔有關的 蛤 如果兔仔踩中呢 就要跟著做的 蛤 貴仔經過呢 就不關事的 那樣樣 不要說那麼多了 不如我們馬上開始吧 好啊 好啦 那我們開始了 我先啊 哎呀,一格而已 不要緊呢 一我也是 好,又到我了 哎呀,都是一 好玩啊 耶,四格 一二三 哎呀,兔仔魚粉絲 你留下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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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到我了 三步啊 一二三 我沒有粉絲,不用拍照 我停一次 你再抓嗎 對呀,我再抓一次 耶耶耶,都反了你一步 你過頭一點 不行 一二三 好,到我了 一步 加油啊,兔仔 三步 一二三 哎呀,兔仔發現紅蘿蔔 推後兩步 好,到我了 好,到我了 三步 一二三 拍照一步 四步,有沒有事 一二三 好,到我 對不起 三步 一二三 平後 再三步 一二三 差點踩到我了 到我 一二 快點 一二三 一二三 兔仔在草地打滾停一次 是啊,停一次了 好,到我了 一二三 一二三 哎呀,還有慢你一步 再抓到了 三步 一二三 一二三 兔仔嘲笑歸掌慢 讓你三步 即是我退三步 是讓我三步 你不用動,我先走三步 一二三 好,我再抓 不要啊 三 一二三 到你了 四 一二三 四 到我了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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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了 三 一二三 一二三 哎呀 其實你抓什麼都會贏的 但你才抓 四 贏了 但是你輸一步 是啊,我輸一步 衰敗由榮 贏 贏 小朋友,給你的話 你會選擇做兔仔 還是龜仔呢 無論做龜做兔都好 都可以馬上跟你爸爸媽媽一起玩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再次回到我了 你 我會選擇 你 我會選擇 我 我會選擇 你 你 我會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